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安安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看一看 我不知道你有吃過大統的沙茶醬嗎 今天他說大統的沙茶醬 這樣真正有黑心 為什麼 他說那裡的魚是 冷凍超過20年 的暖魚 浪魚 20年要收 好 那麼不只是這樣 就他的這個很多的原料 其實是垃圾原料 是說是什麼樣的機制 會不會出這麼黑心的生理人 要還有什麼黑心的東西我們不知道 另外是今天也有醫生出來說 其實我們今年大量的進口棉渣病 那有可能是要回來做這個棉花紙油 吃這個人體 但政府沒差 那麼今天這個檢察官已經起訴大統的老闆 以前要把這個沒收十八億的不法所得 十八億 那如果這樣 副衛箱是多少 今天我們要繼續來追蹤 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親民黨的這個副秘書長 也是前立委劉文雄 劉委員 劉委員 你好 是 大家好 好 另外呢 是民進黨級的立法委員 陳其邁 陳委員 請問 大家好 好 以及資深的媒體人 中年華 你好 鳳儀 郭美鳳親 大家好 好 另外呢是 台北大學工程系的教授 胡漢君 胡老師 胡老師 妳好 鳳儀好 大家好 好 那麼首先 跟大家報告 今天這個彰化選出來的立委 魏明 魏明谷現在是立委 立委 是 那麼魏明谷委員說 說有人 前任的這個 卸任的員工 大統的員工去幫他 去幫他爆料 說他的沙茶醬 是用超過20年 冷凍超過20年的奧義 這個香菇是要用 新鮮的香菇 但是用 用這個香菇的筋 已經是 生股了 再來他應該要用頭刀 但是呢 他用這個餐刀 而且是用膽的餐刀 然後下去煮一煮之後 加一加調味變沙茶醬 柳儀 你怎麼吃過嗎 我是很煩惱 因為我這愛吃火鍋的 大概都躲不了了 但是我們處理的 大概都是什麼頭牌 對 但是很擔心什麼 擔心你去吃到飽的 或者到那種 比較生意好的店裡面 那一桶一桶的 恐怕就不是什麼頭了 是 那恐怕是頭很痛的頭 想說有這麼黑心 我們都不知道 那不是很多衛生單位嗎 我在想 因為長期以來 大家都放心 就是說 為什麼台灣這個有夠讚的 我們一直在笑大陸的黑心食品 笑大陸的地溝油 相對的也是認為台灣很了不起 但是不是我們待會兒 不會要檢查 檢查整個政府轉轉轉 尤其 我們看到政府的態度 我很擔心 有兩點 第一點就是說 請問到現在為止 我們就把它縮小範圍 請問煤子油 到底有沒有問題 到現在為止 沒有一個政府單位告訴我們說 他真的會吃得不孕 或者說吃得會怎麼樣 沒有 所以他面臨三個 一個小問題 一個就是燈仔不實 標示不明 不實 第二個有詐欺的行為 第三個就是我剛剛講 你衛生安全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 我們剛才在休息的時間 一直在討論就是說 為什麼新北市的林局長 他可以在三天之內 讓付位箱 逼出他 所以有24項東西 是有問題的 而且用進口 就剛才我講的說 進口出口的數量 馬上可以證明 他不只是外銷而已 請問我們中安待會在幹什麼 過去 我記得 過去我們看過一個新聞 說那個大廳頭有沒有 說在冰口冰三年 五年 還拿出來煮給人家吃 那特別有味 那個已經夠離譜了 那個已經夠離譜了 二十年的奧義 我們現在是在考古嗎 今天有訪問張靜雯就是 這一篇的作者 對 他有跑去彰化 他們有訪問稷查緣 稷查緣有說 說在裡面 有找到高正麗 高正麗雖然打電話 雖然打電話 打給摸一個人 那個人怎麼打來 他打電話給那個人 那個大廳 他說來 大廳的電話給你聽一下 稷查緣聽 稷查緣聽了 稷南而退 大廳的名字三字 大廳的名字三字 他說是中央的 中央的 中央黨政高層 我知道不是連戰 那兩個不是連戰 好 我想我三年 我三年 我這個沒問題 閒換太多了 也不是林醫師 也不是賴書爐 那兩個都已經割開了 他們兩個應該不算 黨政中央高層吧 搞中央了 這個要怎麼 這個很有追查的不是 這個看起來應該是 總統府的秘書長 沒有就行政議長 沒有就那個時候的 衛星書的書長吧 有概要權責有關的 這幾個 但是我覺得最有意思 我們總統不是怕 馬英雄 不是怕落跑地道去北岩 高正麗不用 檢察署要去他家問他 到工廠問他 那你覺得這個沒有問題嗎 就像你講的 如果能夠把他扣押 第二個 調查局 很多朋友跟我講說 他們接受到長官指示 要查高正麗的財產 要他們一套進去 一查就把高正麗所有的帳戶 什麼都弄得清楚了 我說你為什麼不把他太太 兒子的一起算 沒有人通知 有意思 所以彰化帝也署 很有意思的單位 卓播員都沒有事 但是你說這個單位 會不會扯太遠了 不會吧 2010年 是我們正式立法 有調和油的一個規範出來 以前都土豆油是不是 純的 都是純的 我們趕去裡面 沒有什麼叫調和油 2011年有調和油 誰是裡面 你這個調和油的 這個法規的人 叫李敏雄 他不就是復衛鄉的那個 所以他今天 他也PO文說 民主油是沒有問題的 好 這第一點 所以請各位去思考 2011年開始有調和油的法規 那是李敏雄這一群人搞的 別忘了 護衛鄉 如果不是趙天凜跟林書芬 他們一直追 追說不對 不是全部外銷 是六成內銷 怎麼會今天他會承認 就被刺案了 對 被刺案 那麼現在講說 這個棉子油渣病 現在說除了棉子油之外 還有油渣病 七年進口為何暴增 流向哪裡 政府給個交代吧 你不要再叫說 真的是給動物吃 搞不好現在又查出來說什麼 不肖商人又拿來給食用油 讓我們吃到百度地 所以為什麼政府都不知道 這就有趣了 難道是潘建制在拿部長的薪水嗎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來 先休息進廣告 好 歡迎繼續收看新聞看透透 我們剛剛講的是大統 其實大統會這麼黑心 除了這個生理人 老闆自己黑心以外 我覺得我們的公權力沒有貫徹 既然公權力沒有貫徹 其實商業周刊一定說 我一直講這一點 我覺得是機察員講說 因為敏定中央層級的 黨政高層有人打電話來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查 其實很簡單 就把機察員叫來說是什麼人 其實就破案了 我們的這個黑心油就不會這麼多 讓我們吃那麼久 那我們現在來看 另外一間 護衛箱 這是今天立法委員林淑芬踢爆的 衛生福利部去年委託研究的 市售包裝調和油標示符合基準的研究 的計畫的審查人叫李敏雄 而這個李敏雄竟然是護衛箱的研究總監 監察人 所以林淑芬說 難道研究總先是要研究怎麼摻假油嗎 找業者的監察人來訂訂調和油的規範 衛福部不是在請貴拿油堂嗎 年華怎麼會找這種 因為這個問題很嚴重 護衛箱這間它是有調假油的 然後衛生署這個是委託屏東美和科大 在做的研究 他研究目的是什麼 就是說因為市面上現在很多調和油 那他的比例廠商標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照那個比例去調的 所以他研究一個檢驗的方法出來 結果你找一個做假油的技術總監 來審查你的報告 這樣更方便 你如果照這個報告過關對不對 以後這個副衛箱 他知不知道你怎麼檢查 他都知道 那我就調出讓你檢查不知道的 我搞不懂 台灣的食品科學的專家很多 包括我們講說這個孫露希教授 台大的 郝龍斌市長本身也是食品科學的博士 這很多 這台湾人家也要了解 為什麼一定要找李敏雄 剛剛劉委員講說 調和油那個基準 就是李敏雄他們這一群人在搞的 請問 這個東西到底是衛生福利部裡面 剛剛陳委員講說 這些人可能是反應比較不好 智商比較不夠 我現在是懷疑不是腦袋有問題 可能是品德有問題 你怎麼會找這種人來審你的報告 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 你最起碼的利益迴避你總知道吧 你明明知道說 他是副衛箱的技術總監 叫他來審政府的報告 你審出來這個報告 那不是幫副衛箱在量身訂做嗎 是 今天報座說 對一間比較黑心 大統跟副衛箱對一間比較黑心 說副衛箱 副衛箱比大統還要黑心 整個人比較有說比他還黑心 還叫他研究總監 兼顧問 監察人 來審查政府調和有的報告 這樣就整條了 對不對 你如果萬一去檢查 我還有門審電話可以隨便來 中央要員可以 我一開始在源頭 標準就我定的 研究的報告就我寫的 我報告的研究都 衛生署委託他做這些研究 研究都說沒問題 你這樣就更差什麼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很精密的一個工程 我坦白說這是智慧型犯罪 這是標準的官商工程 如果林免雄今天是否認的 說我建議只檢測高價的油 因為地價的油不值得 你審查看 部位箱不是都高價的對不對 所以他看所有的委託研究裡面 所有的油品都有對不對 所以這個當然是林所謂講了說 這真的